2023年的消息并不令人振奋,我们就这样说吧,但在,与此同时,你知道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但这很有趣,因为上次我们让他上节目时,他做了一个预测,我把他写下来,他确实成真了,所以,我有一张收据,我们将在这一集中讨论收据。 但他是一位人文占星家通灵者,中等塔罗牌阅读者和动物沟通者,他于1994年开始私人职业,他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他在生者和死者之间进行交流,他通过活体动物交流帮助人们与宠物建立联系,他是顶级排名的主持人,他是排名最高的占星术,TLC数字节目Stargazing的联合主持人。 事不宜迟,让我们听听2023年将带给我们什么?你做了一个预测,你说一切都会崩溃,这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会很疯狂,你给了我们一个日期。 我在日历上标记了日期,然后我有点放手,然后那天我醒来,那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该死的我实质不计地做过那个。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会说当我做出预测时,我会说我尽力而为跟进他们,因为我有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意思是听起来很傲慢,但我对我所看到的和我实际所说的非常确定和清晰。 所以现在是2023年,我们才刚刚开始,你对今年有什么看法? 也许我们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这是否会升级并变得更糟。 所以我将开始我要说的话,这在寻求时非常重要。 占星家或通灵者甚至政治分析师的预测,首先没有人知道直到它发生,其次所有的预测,只是在他们能激励我们做一些事情来共同创造最好的,可能的结果那么就很有价值。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人预测明天之后会有一场可怕的暴雨,一场可怕的暴雨预测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成真。 我们都知道天气有时预测确实发生了,但这个预测它对我个人来说真的很有帮助,因为我的地下室容易被洪水淹没。 所以现在,我正在做我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来保护我的地下室免受洪水侵袭或保护东西。 为了不被淋湿,确保安全,我取消了在户外吃午饭的计划,因为天气会很糟糕,就像预测的那样,使我有能力去保护我的幸福和我的东西等等。 现在的事情还有其他类型的预测,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所做的就是坐在那里,绞紧我的手。 像你知道的那样,像地震一样,每个人都喜欢说大风暴来到加利福尼亚,所以你知道当你改造你的房子时,你把沉重的家具固定在墙上。 如果可以的话,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会得到一个旅行带,但实际上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只是祈祷并希望一切顺利。 因为你做出了你知道的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预测,没有具体说明你只是说那天一切都会崩溃,那一天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很好奇你看到了什么,然后我们会更进一步。 所以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但有无数很多很多世界大战,你知道自从我2018年开始收听我的播客以来,我一直在尝试温和但坚定地分享。 我知道这真的很可怕,希望我是错的,我宁愿明显是错的,所以我个人会开个派对。 如果我错了,希望这是错误的,但有很多指标,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关键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的事情都很好,这些是我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去伊朗执行Solomony,那是在20年我想我希望我说的是对的,但是然后伊朗喜欢举起战争的红色旗帜,我认为这是一面红旗,我不记得具体是针对美国的,我说好吧,我们需要付钱。 由于这些指标,当然要注意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但美国这里也有一场虚假信息战争,你从包括俄罗斯在内各个国家都知道,所以这并不是什么。 不幸的是,这实际上是我正在寻找的很大一部分,因为当我们谈论战争时,就像在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战争一样,然后有不同形式的战争,现在我们有能力进行网络战争,网络战争那里有虚假信息战争,那里有你知道的。 伊朗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从政府到人民的战争,所以我不想喜欢造成恐慌,你或其他任何人,我不喜欢,没有它的价值,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环顾四周。 世界各地的世界,都能看到这个非常强烈的不稳定主题,和法西斯强人领袖的崛起。 我会肯定,这是可汗精神的这个有很强的组成部分,灵性和阴谋论的兴起,和它们背后的精神信念,这又是很多我可以谈论的背后的战星术,但它听起来有点像杂草,但它们就是全部从我的角度来看是相互关联的。 我认为从许多政治分析家的角度来看,就具体细节而言,我现在确实对此深表担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我没有考虑对此做出预测,因为不幸的是,我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但我看过普京的图表,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或放弃的人的星盘,但你还是要看看他的生活。 我们所知道的,知道这是真的,已经有证据证明了这一点,这不是像你知道的那样的人开始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打算回溯,这不是一个会那样做的人,但好像我们不会解决乌克兰战争,这不是我们拥有的那种力量,但占星学上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叫做政治回归,美国还有我们今年夏天将踏入美国的凯隆星回归, 这些美国的名望星回归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因为一个国家每250年发生一次,我记得你提到过这个,上一次,凯隆回归每50年发生一次,所以最后一次发生是在1973年到75年之间,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你知道整个73和75年都出现了大规模经济衰退,与石油和欧佩克以及所有其他事情有关, 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但你知道,若刚刚作为法律成立于73年或之前,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正在经历这种了大规模的对抗,我们的种族灭绝根源,然后我们厌恶女性的根源,和你知道美国的极端,这就像在其宗教信仰中非常极端一样,再次根深蒂固。 这个国家的我们必须处理的一些事情,不仅仅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国内的表现,尽管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活着的人都知道有这么多分裂,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表现负责。 参加World at Large,因为我们进入其他国家,我们告诉他们如何管理他们的政府,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处理好的坏的丑陋的概念,但我担心未来几年经济会受到严重打击,我并不真正关心经济,但我关心的是这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走到一起你知道,我认为这就像土星移动一样,可操作。 今年3月29年来,第一次进入双鱼座,并在那里与海王星合相。 还有最后一次有趣的事实海王星和土星都在双鱼座的标志一起是在1840年代。 1846-49我相信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参与了反对军主制的革命, 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这样做。 我看到这个国家的人们对COVID做出反应,以及有多少自由主义者和进步派和保守派每个人都喜欢扔掉他们的面具, 扔掉他们的面具,扔掉他们的面具,因为我想去参加派对,因为我累了,因为已经很久了,因为他们不舒服, 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当的理由。 但是,这意味着免疫受损的人只能自生自灭,他们被赶出了社会。 本质上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这不是他的唯一原因。 从占星学的角度来看,未来几年将继续。 我认为,互联网上有一些重要的主题值得一提,你甚至把它分解成网络战争,显然是金融崩溃。 就像有一些时期,我想你说的金融问题是三月,所以有些事情正在开始,一件事是在六月开始的。 上一次发生经济衰退非常严重,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济上的糟糕时期。 当然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有许多指标,不幸的是财务问题。 你知道我听其他占星家说,他们认为在今年的财务上会很棒,这不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会说它已经开始了。 当你问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会说它已经开始了。 你知道社交,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暴力,然后这让我想到了网络的东西。 这个互联网正在迎来它的第一次土星回归,因为你知道,现在虽然互联网的组成部分,自196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但互联网真正的成立时间,大约29、30年前。 所以你知道它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喜欢使用它的市场,所以我又一次长大了。 我记得就像互联网一样,这是什么?你想让我用ATM卡来把我的钱从银行里拿出来? 互联网正在迎来它的第一次土星回归,而且,这一切都在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候准时发生。 不知道您是否玩过聊天GPT或任何其他AI平台,但AI就在这里。 它就在这里,它将极大的改变互联网。 而不仅仅是互联网,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学习,是一种AI的聊天形式。 它目前是免费的,它不会保持免费。 它来自我又记不起母公司的名字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它变得有点揭开面纱。 可能在一个月前向公众公开,在第一周它有一百万用户,它有一百万。 用户在第一周,但它还没有流行起来,但它会的。 你基本上可以去ChatGPT,并说请给我一个CO,比如如何在我的网站上进行CO的工具。 请向我解释这份法律文件,给我写一份反对意见。 我和我的代理人之间的合同,你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事情。 因为有人告诉我,我和几个妈妈在一起,他们说他们的孩子正在用它来写他们的。 文件式的,他们是独立的,所以它不是副本,所以我可以说,给我写一篇关于你知道凯撒大帝崛起的论文。 是的,他们会写一篇给我的个人论文,他们会让它成为A加分,我实质不必做这项工作。 但只有我的朋友要一份它将是相同的,我的意思是它将是不同的,理论上是不同的。 所以,关于AI和这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人工智能所做的是梳理互联网和现有的互联网,所以这个特定的AI迭代只会更新到2021年,所以从2022年起就不会更新了。 或2023年人工智能将可以访问互联网,但它可以平息。 互联网创造看似原创的作品,但它只是一种重组现有内容的权利,所以我问了。 我问过它很多问题,我在很多方面都用过它,因为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做的其中一件事,问它错了,我知道错了,所以我说错了,告诉我X,因为我想要它,所以我想将它指向正确的问题,然后它告诉我有关的事情,会让它更正确,我会说它经常是错误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它表达了偏见,因为所有技术都是由人类和所有人类都有偏见创造的。 所以,这是一回事,它表达了偏见,另一件事是它并不总是准确或正确,然后,到你命名的部分,它已经永远改变了。 尤其是针对儿童的教育,因为老师无法知道八年级学生在八年级水平上说的对。 一篇关于凯撒大帝的论文,包括一些拼写错误,老师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老师将不得不学习AI。 关于已经在苦苦挣扎的教师,他们的薪水已经过低,支持不足,我将不得不学习关于人工智能,并根据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创造全新的作业形式,以及它不是什么,所以他们将学会写作,他们将学会写作。 我们喜欢研究并将他们不需要的想法放在一起,此时此刻必须再次访问互联网,当然会发生什么,他们会,这将是他们的代价,所以这将成为一个阶级鸿沟,谁能够获得本质上作弊的权利。 但这只是你所知道的冰山一角,以及今年发生的事情,是冥王星,冥王星正在进入水平座几个月,我会从水平座搬回来。 这是摩羯座,然后在2024年进入水平座,直到2044。 但是冥王星进入水平座意味着很多事情,但我正在寻找的一件重要事情,是针对网络安全问题,网络战争,这包括不限于AI,它包括我们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实际上正在拍摄我们,并录制我们,他们知道你的每一个智能设备都在做什么。 这就是智能设备的问题,如果你不使用手机,如果您不使用相机并关闭相机,则不会拍摄,但有诸如Siri之类的应用程序。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在做这两件事,让我说清楚。 但有这个网站,这是从他们拍摄的所有这些女性上厕所的照片,开始的机器人真空吸尘器,或机器人托把。 是的,一些如便上传了这个,是的,你知道它可以做到吗?我不知道它可以做到,但是怎么做? 但是这就是说,当你例如使用Siri或Amazon或Google那些聪明的东西,他们实际上是在听你说的一切。 我们真的相信他们没有保留数据,他们没有汇总这些数据吗? 并用它来卖给想卖给我们东西的人,或卖给政府,大多数人都是。 就像我没有什么可以瞒的,我在乎什么,但重点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安全,而是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听起来很疯狂的世界。 我们称,他们为智能设备,但我们称其为1950年代的机器人该死的机器人。 听我们说,他们告诉有权势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我们由我们边的依赖他们,你知道我个人我没有任何智能物品。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买,就像我买了一把非常好的电动牙刷,它很智能,但我不把它当作智能使用,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它的智能组件。 所以它就像你可以使用智能牙刷,这样它就知道它有多长时间关联了一个应用程序。 就像跟踪一样,我不用那个,我只用牙刷,我有iPhone好吧,但我不在上面使用Siri,所以我有Siri记录我们,因为我们使用它,它被激活了,它是只要好好听就行了。 因为每当你说某事实,它都会向你发送关于那件事的广告。 如果你说,Hey Siri,这是什么意思,否则它怎么知道,你认为这就像在你说Hey Siri之前不听? 不,它一直在听,而且,所以我也是每隔几个月,而不是每六个月。 就像我每两三个月检查一次手机,然后查看隐私设置,因为手机经常重置我使用的激进隐私设置,所以我通过隐私设置。 您在手机上下载的每个应用程序,大多数应用程序没有理由访问,到你的相机或麦克风似的,确保你限制它们的访问。 为什么它们需要那个?事情太多了,就像你必须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才能掌握所有这些东西。 我没有孩子,如果我有孩子,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吗? 不,完全不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有这个手电筒应用程序一样,这是一个几年前现在所有这些人都在下载它,只是一个免费的手电筒应用程序,但它是显然有些奇怪的东西在记录你所说的一切。 又是谁查看了免费手电筒的隐私设置,这就是答案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没有什么是免费的,当你是产品时,你就是产品,担心这是我的态度。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旧金山他们试图让机器人警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机器人警察拥有被授权杀人杀人的人,他们在San Francisco将其制定位法律等等,这是真的,这不是电影。 放一瞎,就能不能忽��吗? 放一元在 any人的电视 Sir Caddoq 放一半 放一遍 你 した 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